最近听你讲这个PDPA 个人信息保护法令很重要 但是有什么数据才是属于个人信息呢 比如说一个人的这个身份证 他的护照 还有他的工作准证 这些都是属于个人信息的资料 这些我都知道了啦 你没什么大德了啦 OK啦 没有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有啊 凡是一些数据综合在一起 就能确定一个人的身份的 这个信息呢 都是属于个人信息 都必须受到保护的 比如说一个人的姓名 还有他的地址 然后呢 他的学校 等等等等这些 都是属于个人信息的一部分 因为把这些综合起来之后 就能够确定一个人 所以呢 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法令 牵涉的不是这么简单哦 那那些大数据公司 不是有很多这种信息吗 对啊 不只大公司哦 小公司也会收集到这些个人的信息的 所以呢 很多人会忽略到了这一点 总以为说 哎呀 我只要把对方的 我的客户的IC啦 我他的passport啦 还有他的工作证啊 这些收集好就好了 其他的不用怕 那不是的 总言之 只要把这些综合的资料 集合在一起 就能够确定某一个人的身份的时候 那这些资料都必须受到保护的 那我应该做什么措施来保护这些信息呢 哦 其实你可以上我们的课程 因为我们的课程呢 会教你怎么去确保这些所谓的综合信息 重要的信息 我们也许觉得不重要 实际上我们会教你怎么去把它保护起来 那么就能够产生这个 达到这个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令的这个条文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课程 你可以扫我们这个QR码 然后来了解我们这个PDPA一天的华语课程 你就能够了解一个大纲 然后怎么进行为你的客户的个人信息资料做保护 好 我现在就报名 谢谢 好 谢谢